这些年来几乎每隔几周都会有新舰艇下水 这种现象被军迷亲戚的称为是下饺子 但在前不久一则报道显示 中国海军目前下饺子的速度已经放缓 这是什么情况 难道中国经济已经不足以支撑海军的建设了吗 因为我国确实下水了很多的新舰艇 令不少人感到振奋 但如果仔细做过统计的话 其实不难发现这些舰艇中 大多数都是056和054A型护卫舰 真正大型的052D驱逐舰的下水速度 远不起两个型号的舰艇 这其中的原因就是我国海军在此之前 一直放行空前快战略 装备的都是导弹快艇、列潜艇 这些艇主要执行近海防御任务 进入21世纪这些艇已经不能满足需要 急需新型号的护卫舰替换 像航母055大型驱逐舰 052D防空驱逐舰 新型核潜艇之类的大型舰艇 制造周期长 制作工艺复杂 需要的时间远远超过普通的护卫舰 这才导致了下水的速度放慢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能看出 中国海军的装备需求 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主线游行海防御转型为原海防备 从黄水走向蓝水 人们都说百年海军 意思是一支海军从建立到走向强大 需要上百年的时间 我国海军才刚刚建立不到70年时间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不断进步 相信未来的30年才是我国海军 真正发展的黄金时间 钱对于我国海军来说 不是什么问题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